他过来打我的时候 我也是放着直线 挖住 来 换完 他打我 我放着直线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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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 拦住他这些位置 我过这边 做 咳 就是扣我们的平致 扯他的功效 但你不可以想就是 就是这样 我们用的时候 他打我的时候 我是要放出来去抢住这条线 好了 他刚才打得很中间 如果他打开一点点 他打过来 我这样打 可能我会打到他 但我都会给他打到我 OK 所以为什么我这是后手呢 他打过 我一块我都中了 好了 他打我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我要用摊手承受这个位置 但是你留意我其实已经用摊手承受这个位置 走了那位置 他打我的时候 我已经用摊手承受这个位置 去打他 明白 明白 就是你在那一刻 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要转换那个方向 那个码道 那个sense 你要合理这些手 明白 最麻烦的就是这样 打中间你应对习惯了 开一点点 这里空了 你只要打他 你只要打他 你就会被他打 你追寻 就是中间你又会空了 所以为什么 你其实一定要是手去前制他的 但是问题 不是手 而是腰 所以为什么我们平时用上马呢 为什么我这个摊手 为什么是用腰上呢 为什么不是用手上呢 就是要练到我们非常整体的摊手 就是要练到我们非常整体的摊手 这个整体的摊手 比如这个例子 比如他的后手 他不是很迷的 在中间打他 他的手会开一点点 如果我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把他的手承开了 好了 他打过来的时候 我现在是不是把我们的腰 向这个方向迫前出去打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是常常破终而出的手 破终而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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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难一定是第一下 但是入得中第一下 你就知道 如果他打我 我只是这样打他 可能他不是很伤 他可能可以取这个原位 再打我迷循他 对吧 但是可能 如果他过来打我的时候 如果我已经学会了他 他是不是很难可以打到第二下 因为我追求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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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跟他说 他站在这边 然后在这个地方打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平时 黏手 一边过来追求 手去到中线这个位置 吃着 找到那个位置 就逼入对方那里 就不要跟他 不停在那里 好像 怎样说呢 变得有少少 好像 大家 滑腿有时候 你一玩得多的时候 到真的用的时候 你不知 就真的用到时间 应该怎么用 那我们应该是 速箭速器 例如举个例子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做 但是 大家多数一个明显的意识 我怎么可以将我学会的东西 就是发挥 刚刚大家只不过是你来我往 你一下我一下的东西 好 但是如果我现在打前 我想让人去施手 我将这个意识 apply 到这个环境里面 的话 我就算不真是打到他 我起码我的进攻意识 好 刚刚我起动主动 今次我给他一个机会 他做主动 很多是吃着这个位置 逼着他打 就不是大家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兜来兜去打下 没什么意思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